音楽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還蠻特別的就是 可能有看過直播 觀眾會知道我們家本身是有一隻狗 然後他叫Q-9 那我們今天來到哪裡呢 我們今天就是來到了台北士林的狼頭模型 以前在我剛開始拍影片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狼頭模型做過他們家的牛仔牆套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幫我們家的狗狗做一件 牛仔的皮衣 老闆很厲害喔 他連狗狗的衣服都可以做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先進去狼頭模型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老闆要怎麼做這一件衣服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幫我們家的狗狗在狼頭模型 老闆這邊 要幫他做一件皮衣 他蠻酷的 因為你看 他們家的狗狗 也有一件皮 有點想幫QQ也做一件 他老闆現在在量QQ的尺寸 好啦QQ忍一下就好啦 先抓尺寸 這個就是這個尺寸出來了以後 然後再用皮件把它割出那個形狀出來 然後再用皮件把它割出那個形狀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是QQ的衣服已經做好了 其實老闆動作非常非常的迅速 那我們就來 請老闆幫我們穿一下 看穿起來的感覺如何 好 來幫QQ穿一下衣服 好可愛喔 你看你看你看看 看看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當作我會想要做這個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之前其實找過老闆做過牛仔的槍套 所以看到老闆他自己的狗狗叫QQ QQ那邊他也有穿了一件這種小背心 然後我就覺得好想要讓自己的狗 也有一件這種小背心在身上 就看起來很可愛你看 天天你看鏡頭 看鏡頭 看鏡頭 對不對 這樣穿起來超帥耶 褲子 這邊還有做這種小褲子 就是我覺得如果自己的狗狗 穿一件這樣的衣服 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這樣穿起來 等一下看有沒有機會 看那個Coco也可以穿一下 好 對啊 Coco可以穿一下 其實老闆他蠻厲害的是就是 如果你今天本身有帶狗狗這邊來 然後來了以後 你就可以稍微的請老闆量一下 你們家狗狗的尺寸 那量完尺寸以後 老闆就會依照他的那個申請下去 做他們的衣服 那顏色的部分 我覺得老闆好像也是可以選嘛 對可以選顏色 可以選顏色 所以就 其實老闆這邊蠻Customize 就是你自己想要用什麼顏色 什麼樣的型 或者是上面再加什麼扣子 這應該都可以跟老闆討論 那這是我們 我們家狗狗 目前做出來的樣子 就是很可愛的一件皮衣 那我們就 非常非常謝謝老闆 就老闆除了做狗狗的衣服之外 還有做 就是牛仔的槍套 對不對 那其實如果有 對他們家的槍套有興趣 可以去看我 左上角我這邊會放連結 你們可以去看我之前 介紹的那個槍套影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狼頭模型這邊有訂做 非常非常多的槍型 不只有牛仔左輪 像他們這邊龜檯裡面 有放一些其他槍款的槍套 也都有 那就是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狼頭模型這邊 找老闆了解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分享來到關連結 com來自找老闆 跟老闆 一個鐵 拍攝 拍摄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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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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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